TWE凭什么征服市场 他们昨天是公布了21财年上半年的财报 虽然整体来说还没有完全止住颓势 但曲线也算是放缓了 摩根大同也因此认为TWE的英云状况是得到了改善的 因此将评级改为了买入 目标价放在了11 结果今天一路上涨 收盘价是到了11.87 上涨了17% 当然也有机构有不同意见 花旗市认为当前中澳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缓和 因此对于公司的基本面还没有足够强的一个支撑 并且将TWE的目标价是定在了8.6 评级依然是卖出 目前来看花旗的江湖地位还是比摩根大同要差一些 另外昨天大涨的EML今天还是有些势能的 上升了6个百分点 价格来到了5.23 今天下跌最多的是NWH 下跌了16% 价格收跌在了2.33 他们今天是发布了财报 也公布了一个佩西的计划 其实公司的营收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上涨了44% 但是今年既提了大量的折旧 拖累了息税前的利润 使得最终实现的盈利比上亿财年同期还要低 而且现金流上也有近半数的进流出 进流入是拿去了还债 虽然负债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但是市场好像也没有很买账 另外董事会也说希望能够流出更多的现金 用于以后的收购计划 因此也对股东的收益是造成了一个冲击的 贵金属方面 黄金迎来了小幅上涨 从1775左右的价格回升到了1783美金附近 白银则是在27.2到27.5左右震荡 比特币则是在5万2千美金上下盘整 冲破了31000多点的香港恒生指数 终于是迎来了回调 现在在30600点左右 回调更猛烈的是China 50期货 一天的时间就把春节期间的上涨全部都给吞了个干净 现在重回2万点以下 今天公布的澳大利亚一月失业率为6.4% 比前值已经是低了0.2个百分点了 美国公布的API原油库存是负的580万桶 比前值的负了350万桶 多了230万桶的消耗 这两组数据都说明了需求的回升 还算是不错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